好家庭联播网 中部地区 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本能 驱使我们义无反顾 回到最初 生长的乡土 这过程并不温柔 却能做更多 温暖的故乡事 你 也搭上了吗 Take me home 返乡巡回列车 我是返乡人 走走彰化城 让彰化被看见 在都市打拼酒了 回到家乡时 你可曾想过 要为自己家乡的这片土地 做些什么吗 刚好先到家乡 给我这样的理想 想要把彰化这地方带动起来 我们希望传达的理念就是 我们彰化年轻人 可以返乡来认同我们自己 从小到大生长的土地 面对深耕已久 自己的家乡 彰化 有一群年轻人 集合在一起 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 办了许多活动 那非常欢迎大家 今天在2018农田好食 能够用最生活的方式 从去年夏夜里的农田好食 田园派对 到各式各样一系列的讲座 策展艺文活动等等 期待能够带着 每位来到彰化的人们 一同走走彰化城 让彰化被看见 带领大家共同思考 自己的家乡 土地 感受它的美与情怀 做那么多 不为什么 只因为这里 是他们的最爱 也是深耕彼此 成长至今的乡土 关于这群 来自彰化 默默耕耘的返乡人故事 就让我们一同 继续听下去 FM97.7古典音乐台 欢迎您收听的是 Take Me Home 返乡巡回列车 从今年7月份起 在每周日的下午2点钟播出 那这个节目呢 Carina将会带您 像是搭火车一样 一站又一站地抵达 每一个台湾的各个目的地 各个角落 那跟我们一起听见 那一些返乡青年 或者是地方的故事 那今天我们这一站呢 来到的是彰化 当我们同在一起 走走彰化城堡 让城市被大家看见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白色方块工作室的 这一位负责人 书品以及万里情出版文化的小恩 来到节目当中 两位好 大家好 我是刘小恩 我是万里情出版文化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也是一位长篇小说的作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色方块工作室的店长 同时也是怀抱刊物的一个发行者 哈喽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两位 想先跟书品聊聊 就是关于这个白色方块工作室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我们知道你也是一个返乡青年嘛 那其实还蛮好奇的是 我们先从一开始返乡之前的这个经历来聊起好了 就是说当还没有回到家乡来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做了什么样子的堆叠 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边 那其实白色方块工作室在 还没有回到彰化以前 其实我自己算是在做艺术行政 所以在台北有好长一段时间是在古典的管轩乐团里面 担任艺术行政工作 所以其实接触非常多的表演 也透过这个工作的机会 有机会到了像日乐团 太鲁阁或者是北海岸 进行音乐的表演的这个执行的工作 那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说 很常有机会因为艺术的表演的关系 让很多人聚集在一个空间 然后让他们去感受 那个地方自然的美好 包含是跟音乐的关系或者跟场域的关系的连结 所以后来回来彰化开白色方块 这一个小店之前 其实一直在思考说 有没有可能让这样音乐的美好的这件事情 能在彰化发生 那这件事情其实它一直都是埋藏在心里 它不见得是你一回家就能够马上做出什么事情 所以后来回到彰化 然后开了工作室之后 有好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算私人工作室 直到2015年才正式开了咖啡店 然后也对外开始了各种连结这样 那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契机会让你真正回来彰化呢 其实原本我不知道大家对艺术行政这个工作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 我可以这么说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艺术行政大概在做的是哪些 艺术行政的工作其实可能就包含说表演的企划 或者是与外部的连结 或是跟工部门的合作 然后去执行现场的表演 然后跟指挥或者是乐手工作 那所以其实它工作的项目其实非常的繁杂 小制订便当 大制那个老师们一定要到这种大事 接待这样 接待对对对 那可能他有时候是有海内外的表演者 那你都需要去做接待 那时候觉得说工作到一个段落是不是就先休息一下 就这一休呢就在彰化待了四五年 超过四五年的时间这样 对所以其实你说那个契机 我觉得也许只是想要先暂停一下下 就暂停的有点长这样 暂停之后就突然在彰化又发生了另外的美好这样子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后来回到彰化之后 在开设了这个白色方块工作室嘛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叫白色方块吗 其实白色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色彩 然后如果有机会到我们的小店的话 可以感觉到说不管是店内的展览 或者是店内放的任何的一个一张库卡 或者是展览的海报 它其实都会被凸显出来 那我们想要凸显的其实是每个人的自己 而不是白色方块这个空间 方块其实它是一个堆叠性的东西 它可以堆叠出一间房子一台车子 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只要你加上创意这两只眼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白色方块的空间之中 然后可以对外来说它是一个包容很多东西 然后也可以创造很多可能的地方 那从你们回来一直到现在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这中间应该很多人说创业维艰啦 所以一开始应该会遇见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跟挑战之类的 如果以开咖啡店来讲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报道说 彰化的咖啡店有七十间 这种很像很数字或很量化的报道 但其实彰化在大概四年前几乎没什么咖啡店 数量非常的少 那我这边指的是比较是独立咖啡店 那当然连锁咖啡店也是有 其实这些小店少那就等于说不可以在这里独立工作的人是不是也比较少 那时候我们开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断的思考要不要开店 因为没有人开就代表没有人喝咖啡嘛 那没有人开就代表彰化是不是比较难生存 其实很相对彰化离台中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以我们今天来才27分钟或30分钟就到台中了 那我随时可以在台中找一场电影 然后加上一顿晚餐 我在台中可以有个很美好的一个下午 但是彰化很像比较难这个选项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开店遇到最大的挑战 其实对很多小店来说就是 彰化真的有咖啡店吗 别人会说应该要去台中才喝得到咖啡吧 或甚至说鹿港会不会比较热闹 或者是比较多有趣的小店等等的这种注解 有没有市场的这个问题 对有没有市场的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问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 所以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怎么样让别人看到彰化有小店这件事 然后其实这个就开启了我们在2016年开始的 第一份报纸的这件事 对 那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报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因为其实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其实彰化到底大家打一个问号 彰化真的有咖啡吗 那彰化真的有地方会让人家想待一下吗 待一个下午 然后不管是在那里读书工作写字 真的有这个机会吗 那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其实也就想说 有没有机会我们做一个地图 透过这份地图让大家看见 彰化的城市里的巷弄 有小店 有文具店 有甜点店 有咖啡店这件事 所以从2016开始每三个月一刊的报纸 这个怀抱就这样诞生了 然后我们把地图加上小店的报导 让不管是彰化人或者是不小心来彰化的外地人 有机会透过报纸认识彰化有好几间不错的小店 然后就开启了这三年来12刊的报纸的部分 那这个报纸的促成应该也是有一些机缘的吧 其实这个机缘就是刚刚讲的 因为没有所以开启 对因为其实没有人会主动直接介绍报纸 你说现在有很多媒体 不管你说四大报好了 或者是自媒体 他其实不会很完整的想要去介绍自己的城市 或是说彰化 以彰化为主体的 那只有自己发生才有机会被传递出去 那如果在地的人都不讲自己的事 只去关心其他城市发生的事情的话 那就永远不会有人去看见彰化的美好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受访者 然后呢坐在怀抱旁边的这一位 好像也是跟这个报纸有算是不小的渊源 但等于是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不解之缘 对不对 来小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当初是怎么样子 结下这个不解之缘 反而就是后来促成了日后的这个合作呢 当初呢因为我的老师 他是这个白色方块的客人 然后那个时候 他曾经在那里办过签书会 我到白色方块去消费的时候呢 就是也听到他们很有趣的故事 那其实写人物志这个部分 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 因为呢 长期来说我写的是长篇小说 那长篇小说它是一个幻想类的故事 可是这几年我观察到社会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于幻想中的故事的人物 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兴趣了 那有一部分的人的兴趣转向现实生活中的人 是如何生活 然后如何工作 然后他们如何好好的过完他们的一生 或者是如何在他们的岗位上面尽忠职守 那所以我就很想写人物志 那刚好那个时候白色方块 他们所发行的这个怀抱 他们也想要做一个人物志的专栏 那他们早上的第一位作家是我的老师 那我的老师呢 因为呢他就觉得说他想休息一下 然后想给他的弟子一些表现的机会 所以他就大胆的向白色方块就是推荐了我 然后我们一谈之下觉得说一拍即合 好像也不错 我们就来尝试合作看看吧 所以我就成为了去年一年人物志的主笔 所以就等于说哇 这些这个机缘真的非常神奇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开咖啡店特别的地方 就是咖啡店他虽然是喝咖啡 但是在彰化很多小店 他都有这种 就是神奇的魔力吧 就是他容易吸引不同的人 就是一起合作一些事情 那刚刚讲的像是小恩这边合作这个人物志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里面他是中英文并行 有有有 对我刚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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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 是 但他中英文并行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英文很厉害 我真的很不行 但是其他小店可能就是有很厉害的英文专场 然后他来一起合作 就是做这个翻译 所以一份报纸的促成 真的不是只是一间店的一件事 然后他因为有各个小店愿意供好 这件事情 然后让报纸 不会也只是在白色方块一个空间 他从2016年的六间店 到2018年有24个空间在放这份报纸 所以也就是说彰化 他的成长到底在哪里 他就从6变成24 他等于是涨了三倍 那你说这三倍会不会继续上去 他可能会有点波动 但是我觉得 只要大家愿意共好 然后让城市里面这个 微微热闹的这个地方 不断有人进来的话 我觉得他会持续发光的 对像你一直提到说 共好这件事情 彰化其实有很多的返乡青年 是有一些连结的 或者是有一些串联的 所以让彰化这个地方 好像又更加的有一个系统性的感觉 对不对 像因为你们除了开了这个咖啡店之外 也举办了很多可能讲座啦 或者是活动啦 或者是甚至是跟其他的负责人合作 比如说像是旅库专画啦 或者是之类的 然后也合作办了一些其他活动 对不对 是 其实这个部分就 如果把时间往前倒的话 从办报纸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尝试其他的活动 例如最早以前的 我们办了一些像包场的电影 然后到后来 其实我们也让小店去做一些串联 然后开启有一些像乔乔门的活动 让大家去认识小店 然后刚刚这边Corona提到 其实在2018年 我们比较具体的 做了两个比较大型的活动 在去年的三四月 有一个儿童走跳艺术季 然后到十月有一个农田好食 其中儿童走跳艺术季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有一些的艺术季 它会主要的专场 可能是放在表演类 那有一些专场 放在装置艺术的部分 那在彰化的这一场 就是我们跟重小店 一起合作的部分 邀请的不仅是文字工作者 还有包含一些艺术家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 筑地的创作 那其中一个举例来说 像是我们在彰化 有一间咖啡店 叫稳定飞行 然后它是一个老宅 那在这个老屋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地板平面 那我们邀请一个 英国的艺术家 然后我们带他去走 彰化的旧城区 然后请他去跟当地去做一些访谈 把以前那种三四十年热闹的景象 画在地板上 然后它就成了一个 可以在地上玩的大富翁 对 那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创作 对 它不是复制什么龙猫啊 复制什么其他的地方 它是一个独有的 然后它是结合彰化的文化历史的 这个脉络而出现的一个展品 那这个展品的过程中 最有趣的是 曾经有一次去探班 然后因为他们画画时间都很长 去探班因为想说 要不要带个食物去 结果没想到 就是其他店有人带甜点 有人带披萨 还有人带红酒 在那边一边画画 然后一边吃一点小东西 就觉得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生活的样貌 就是那个创作 它也不是独立一个人完成 在整个过程中 也许有三十到五十个人 不间断的在那个场域 进行将近一个月的一个创作 那其实开展是一件事 但你回想开展前的那个创作期 其实是更令人回味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小店 它发散出来的力量 那所以艺术季的过程中 做了在地的这些创作的展览之外 在4月7号也在孔庙 进行了一场大型的表演 然后邀请野孩子肢体剧团 然后也有将近十足的 街头马戏的表演者到彰化 那这个其实都是想要让大家 有机会走进去孔庙 因为我自己的印象中 我小时候可能没有机会去孔庙 长大也没有机会去 但是一个在彰化有代表性的空间 却没有人常常可以进去 实在是有点可惜 真的真的 对啊对啊 就是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发现当天的演出 除了演出非常精彩之外 我觉得观众更精彩 就是观众那种第一次看表演的感动 还有那种很像十年没有走进孔庙的那种雀跃感 对对因为孔庙它是好几扇门 还有两三扇门 所以它每走进一扇门 很像回到一个时光机 就打开一扇门 然后打开一扇门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艺术的表演有时候就是这样 那也许我在台北想要做那件事情 它回到了彰化 忽然发生了 对那这个种子 它可能就开始冒出一点小的心仰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见得是在某个时候决定一定要做 但是有机会的话 透过更好的持续 它会有新的面貌展现出来 对 那这个十月份我们就刚刚提到说农田好食这个部分 这个活动 农田好食其实它也在彰化市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其实彰化它 我们通常会说包含在孔庙 在大佛这个区域叫彰化 但其实彰化市还有一块在西区的部分 它是比较农田的农村景象的 只是现在农村比较多都会有一些工厂的林立这样 那所以它相对就会有一些人口外移的很严重 或者是说那边比较多都是长辈在那边做居住 那农田好食这个活动 它是由另外一个发起人 就是蓝厨餐厅的老板 叶家祥就是厨师发起的 那时候其实它发起的原因也很简单 它就是想要让它的家乡 然后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有一种热闹的感觉 而不是死气沉沉的乡村感 对所以农田好食 它其实包含了农田的餐桌 然后书局 然后农田的音乐表演 市集还有讲座 那这些都是在非常天然的环境下进行的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你拍过去是一片的稻田 然后自然景色 对然后就是天空是蓝色的 然后有时候傍晚会有点微风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在那样的场景里面听弦院士重奏 然后或者是等一下是一个双吉他的演出 所以它是非常悠闲的气氛 跟这种在大都市里面 可能要赶公车啊赶捷运 是截然不同的气氛 没错完全 节奏也都完全不一样 对你到那边你就自然放空 然后小朋友也不用担心 等一下红绿灯啊 那个什么有车子忽然来撞你 都不会 就是一个自然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让大家 回到一种自然的感觉 对那你回到那个自然 你才会享受到 这个土地它本来就是很美好的 你就不会想要去破坏这个土地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有很多隐含性的 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本来就居住在一个很美好的土地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很多 很值得你好好生活的条件 但是如果你把太多的工厂 或太多的废水加入进去 你当然要很努力的去排除废水 很努力的去解决空污这种议题 对 所以我觉得农田好食 它是一个也是击中人的力量 然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更自然 更舒服的环境 所以其实也是 这个活动也是跟刚刚那个谈到的艺术季 有点类似 也是结合了很多在地的一些产业 对 然后再促成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对不对 是的 就是因为刚刚你也有提到说 像有书局啦 有餐桌 有讲座 我真的觉得很棒 就是在一个有点户外 很天然的这种环境场域里面 也可以有书局的诞生 然后有讲座 也有音乐会 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大家可以好好的在这边享受 对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 而且有非常多人 还是从外地来的 对 他可能也长期生活在新竹 这样比较热闹的城市 他却想要回来彰化 或那时候其实有非常多 原本就住在那边的阿公阿嬷 他可能会打电话 叫他的孙子要回来 回来共襄盛局 对 他就是有点像 对 假如在共襄盛局 就不得不提一下 就是在我们当天 撤场完之后 在地的居民有一种 也一起来放松 然后大家都走了 然后他们反而 搬出了一些桌子椅子 然后坐在那边很开心的 有点像唱一些卡拉OK之类 其实他们在享受那个环境的 对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氛围 嗯 那这个活动是常态性的吗 或者是说他 目前是办了两届 两次的吧 对 一次是为期多久 或者说今年度 还有这个机会吗 因为不管是艺术纪 或者是农天好事 其实他这都是 彰化在地的人 一起发起的 那他是不是常态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 雨带保留 对 对因为其实 大家可以期待 是是 大家可以期待 但是能不能再继续促成 我觉得有时候是 呃 你 也许听众可以这样想好了 就是如果你希望这些 这边发生这件美好的事情 那你就去戳他一下吧 不然怎么办呢 嗯 打野就是激励了 去戳他一下 那小恩这个部分呢 就是真正 这几个活动 因为其实你也是有一些 算是参与到的部分嘛 就等于是文字上面 或许也有很多一些 在侧面观察到的一些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子是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 侧面观察到的部分啊 或者说你自己在做这些 呃 比如说 记录啦 或者是等等之类 是 当初一开始会参加这个 儿童左跳艺术季的时候 其实都是 真的是误打误撞 就是当时觉得说 在看一群朋友们 他们正在为了这个活动 很努力的 脚筋脑子想办法的时候呢 哎 好像少了一个 可以策技的人 嗯 那其实我自己盘点一下 我自己的能耐 可能也不能够帮忙 太多的事情 不过当然他们对于 我的要求也不多 就说哎 你就是当一个 热心记录的观众 然后呢 你看到什么有趣的画面 你就拍照 或者是你就用文字 把它记下来 然后因为当时 他们的人手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是猫手也抓来用 所以我的手也抓去用了 对 所以那我也就 帮忙的拍照片 然后到处观察 然后写一些小小的心得 那个时候走跳艺术季 在做展览的时候呢 有布展的部分 然后去参加布展的时候 就陪着艺术家 把他们的作品 一幅一幅的挂上去 或者是像书品 刚才提到 就是说 在做注定艺术创作的时候 就会去帮忙画图啦 或者是会带一些 威老品去看一下艺术家本人 那究竟在观察这些人 他们在做艺术的时候 会发现说 我们对于艺术 好像觉得 他是一个很高深 很遥远 然后很有意境 那非得是一个 在一个某种状态 神圣的状态 或浪漫的状态之下 才能够做这些事情 或欣赏这些事情 那其实是不然 他们浑身都是艺术细胞 他们吃饭喝水 都能够拿着笔画图 然后布展的时候 一边喝咖啡 一边把图 或者是把图画 把它放在墙上 左边移一点 往右边移一点 然后右边往上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些布展的方式 让我觉得说 其实艺术 它真的就是 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它真的不需要 走到殿堂里面去 然后我们穿得很漂亮 然后站在一条 黄线的外面 然后远远地看着这个画 它就是生活 它让我觉得说 这些人 他们活得很真实 那也因为 借由他们的作品 然后借由这些观察 而让我知道 如何去真实地接近 这些艺术的方式 等于说艺术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艺术 是的 那在农田这个部分呢 是 当时其实 农田跟走跳艺术季 很不一样 它是在十月 然后它是在一片 空旷的大农田上面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风很大 太阳很大 大家都在外面跑 刚才书品有提到 就是说 农田好时 它也是彰化在地的店家 甚至许多人 他们利用他们的公寓的时间 或者是利用他们下班的时间 然后赶过来一起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 在地人 他们拿出他们自己的时间 力气 他们当时有很多的设备 其实是不足的 甚至工具是不足的 那这些人 他们从他们家里面 把他们自己的工具掏出来 然后在他们休息的时间 他们依然意气相挺地 跑出来一起做事情 然后在炎热的太阳下 或在风里面 去做这件事情 会觉得说 哇 原来彰化人 有一群人 不能说所有人 但是有一群人 这么爱彰化 嗯 就这么有人情味的感觉 是 是 就是一通电话 一个line 就是call某个人 哎 你要不要一起来 帮我们把那个 比如说架设帐篷的杆子 树立起来啦 或者是来帮我们 把灯挂起来 然后一声令下 哎 很多人都跑出来了 那这些人 他们不见得是 做办公室的哦 他们很多人 他们白天 可能已经是一个工头 可能是一个水电工 可能是 已经是一个业务员 他已经跑得很累 很辛苦 他并不是一个欠缺活动 或者是劳动的人 但他愿意 把他的时间 跟他的力气拿出来 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 真的 非常感动 是 那时候真的觉得 因为彰化是一个 有生命力 而且是活动的城市 对 而这个是我以前 都没有感受过的 对 因为你生活 又是一个留乡青年 是 透过 反而是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跟活动 哎 发现了彰化的美好 彰化的热情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听段音乐 待会再继续跟您分享 更多彰化 感动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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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每一个目的地 今天我们的火车来到的是彰化这一站 走走彰化城让城市被看见 一位来自白色方块工作室的书品 以及万里情出版文化的小恩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今天我们在上一段节目也谈到了关于白色方块工作室在做些什么 还有他们这三四年回到彰化来做了哪些活动 或者是甚至是串联了彰化的很多不同的业者商家一起举办很多有对于彰化更有意义的派对等等的 那我们在广告之前呢 其实也有分享到小恩分享到了他们在当初的活动遇见了什么样子的感动 那节目再回来呢 我们再来转回到这个书品身上 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聊聊 在其实这三四年的过程当中 我想不管是在办活动 办讲座 办这个农田好事的派对啊等等过程当中 应该也有对你来讲很多感动的故事跟记忆吧 那我这边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刚刚有讲到白色方块其实它对外是一间咖啡店 然后我们自己在店内的同时也有非常多的讲座在办理 其实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倒也不是说讲座一定要有多少人来听 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让更多人认识到不同的文化或不同的人物 那就像人物制这样子 每个人到我们的空间 然后就是分享一段他可能经历了 淬炼了五年十年过程后的一个小小的成果 然后跟大家去做经验上的分享跟对谈 所以发现我们店就养成了越来越多的 像收听观众或是忠实观众这样 就常常会在我们店里就是给我们一些支持这样 我就还记得就是说我们在办艺术季的过程中 曾经有一个客人就忽然走进来 然后就跟我说 你你你你你 我说怎么回事吗 我不是想要来讨债的吗 对因为我们在办就是艺术季的过程 他为了要宣传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自己的平台上做直播 或者是做一些文字上的分享 然后可能包含说 最近需要人手帮忙啊 然后欢迎大家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等的 对然后那就是客人忽然冲进来 就说你就是办那个艺术季的那个谁谁谁吗 我说对什么事吗 然后就跟我说可以跟你合照吗 我都心想哇塞 就是我就是一个就是有办的这个主办人之一 但是并没有说特别希望 大家记得我或是记得什么事情 所以就觉得说 其实在做这些事情都有一些人默默在看 或是默默在记得 那不管是记得白色方块 或是记得我个人 在彰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 包含我们那时候在做一些店家的彰贴海报的时候 有很多店老板们 他是非常乐意的让你去做彰贴的 可能他相对于工部门 如果你工部门在办活动 他可以彰贴的也许就是一个很公家的场域 但是在地的就是我们这种民间自发办的活动 也许路边的面店 我们常吃的早餐店 然后跟各种街边的店老板 他都对于你在做这件事情 他是看得到的 他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他知道我们的这个城市 有什么样的机会会变好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大家很像很热血的 愿意一起来帮忙 然后甚至有人会直接来拿海报说 我拿五张 因为我要拿去哪里张贴 就还告诉你他的店家位置 那种你以前在做事情 跟这种在地在做事 是截然不同的气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令人觉得 这个城市很不一样 是真的 那你自己的观察 或者是自己执行下来 你觉得农田好时这个算是派对的这个活动 它的促成 有没有对于地方其实有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影响的部分 它也许一辙是 以店家老板来讲好了 因为大家有熟悉 然后有一起做事 它就会促成其他小活动的连结 就是例如假设说蓝厨跟摆设方块 它可以再额外再去做其他新的连结 然后或者说我们可能忽然发现 原来彰化有精量啤酒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不认识的新店家它出现了 那这个都会产生一加一的效果 就是农田好时它虽然活动是结束的 但是新的发展它是有机会出现的 我觉得这个是 它不仅是一场活动 它有可能后续延伸的效应是 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去做量化 或者是做盘点的 那小恩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 如果身为一个留乡青年 在地人的这种观察来说 这个农田好时的活动它办完之后 对于在地人或者是一些民众来讲 如果你自己是身为这个参与者的这个角色来看 对你来讲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想法 或者是影响产生 那个时候参加那个农田好时的时候 其实在两天的活动时间 我们都是固守在主服务台的地方 对 然后当时我是负责直播的部分 就是直播当时的 我们从来都没有预期过 那场活动会有多少人来 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 彰化室边垂的一个农田里面 然后我们在第一场直播之后 回过头发现 天哪所有的人都像海水倒灌一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出来 然后他们把整个场地都灌满 我才发现说 其实我们所觉得不见得有人 或者是说可能那里的人 可能都忙于农田工作 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的地方 原来他们有一些热情 或活力存在在那里 然后经过那一次的活动 我看到了在地人 他们互相的连接 还有就是说他们贩售商品 然后互相帮助 那甚至在我们离开之后 那个当地那个水尾庄 那个社区的人们 更期待这样子的活动 在后来的检讨会上面 他们非常的希望 这样子的活动在举办 觉得他们的地方充满了希望 就我侧面观察 我觉得他们在地人 也变得好像 更能够凝聚一些社会共识 社区共识的时候 我觉得说 这些改变都是当时没有想到的 对它是很多 其实是这些意外的连结 或者是像您刚刚提到的 都是这些效应 这些效应跟后续的影响 是我们可能当时都不会想象到 但是它却 在这些意想不到的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 是 因为我在想 其实他们自己社区的人 也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的凝结力 或者是他们的团结 是这么的大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太多人涌进来了 那附近是有交通管制的 那交通管制 它依靠的是他们社区的守望相助队 跟他们的交通服务 哇 自发性的 是是是 那一直到活动中间进行 到最后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在地他们社区居民 那种整个热情 他们自己爱他们那一片土地 爱他们那个里 那个村庄的那种情怀 全部都被激动出来了 身为一个 当时其实 我们比较像是一个行政团队 去帮忙做一些事情 可是 我们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大的效应 对 但是看到他们整个是被激发出来的情感 还有那种 他们之间彼此的心心相洗 我觉得 很棒 真的 非常感动 又是一件感动的事情 是 聊到现在也谈了蛮多事 目前来讲 已经做的一些事情嘛 把时间走再往后推一些些 我想应该在这个白色方块啊 这个部分 或者是在这个出版的这个部分 你们也有一些 未来有一些计划 对不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刚在前面的就是 分享上面有提到说 我们有这个在地的刊物 怀抱 对 那怀抱其实它 它在篇幅上的设计上面 都会是以比较单点式的 单点式的介绍 在2018年12月 就最后一刊之后 我们就停下脚步 在这一年 其实我们不断思考说 怎么样让张画 用更深入性一点点的方式 或者说更有脉络 更有区域 更有历史 更有人文的形式 去让更多人认识张画 或者说 它拿到一份东西 能够透过一个刊物的性质 然后去发现 哦原来我住在这里 但我却不知道在这里 所以 其实我们现在正 如火如土的进行 就是新报纸的转型 要做成地方的杂志 杂志 对 跟大家预告一声 这个杂志叫做 囧化浪 它有点张画人的台语弦音 对 囧是种种有声的 对 所以它就是会炯炯有声 我们希望让这里 讲话出来的感觉 是炯炯有声的讲话 然后这里每个人 都是那个狼这样 所以炯化狼这样 就是这里每个人 他其实眼睛都会是发亮的 然后是骄傲的 对 讲出来的话是开心 是骄傲的 就是这个杂志 它就会代表张画人这样 对 所以现在正在 如火如土的进行的过程中 其实也包含我们第一刊 就是先跟大家 小小预告一下 独家第一首消息 对 独家消息 独家揭露 就是第一刊我们其实就是走到 就是应该说生活最日常的地方 就是菜市场 对 不知道Korina 多久没有去传统市场了 其实我家附近有一个传统市场 但是我也真的很久没进去 对 其实传统市场有很特殊的味道 那这个味道 大概包含有人说它 舅舅的味道 但是它那个舅 其实也包含它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历史 所以我们第一本刊物的话 会以这个彰化的第一个菜市场为一个主角 那这个主角其实它源自于日制的时期 所以严格来说 它经历了日制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 一直到现在 它还是现存的 那当中它经历过了一次火灾 所以对于当地的摊商来讲 它是被变革过的 那变革过的过程中 有一些摊位会留下 有一些会离开 所以对于老彰化人来讲 他都会很记忆出 在那个摊位上 曾经有过的美食啊 或者是 因为它是彰化市 所以它也许会有从北斗来的 从西湖来 临阵乡镇的人来这里采买 因为它等于是彰化市 当时最热闹的区域 对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彰化市的第一个菜市场 那时候摊位数非常的大 所以它延伸拉出了第二个菜市场 所以第一个菜市场跟第二个菜市场 几乎是井灵的 就是用一条道路 然后连着两块这样子 所以一个是南门市场 一个是民权市场 所以第一个刊物 我们会以这个为主角来做介绍 然后介绍在那边有的 超过六十年的老店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还会介绍 在彰化以外的彰化人 他们都在做什么 彰化以外的彰化人是指 那个 离乡青年 对离乡青年 其实我觉得每个城市一定都会有 就是例如像 我们自己的城市 它一定会有 像建筑师 他可能不在彰化工作 或者说在彰化 还未找到一个 很合适的定位跟工作 我们就先抢先介绍 他在其他城市做的工作 或者像 有些歌手 他其实也是彰化人 但是他没有被称 好好地介绍过 他这个身份 或他这个角度 对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透过 新刊物的一个阅读 可以发现 彰化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对 那其中我们这次 也还跟彰化在地的旅游的一个单位 就是旅库合作 然后特别介绍 旅库它有的 就是旅游路线 对 我觉得这个旅游路线它很特别 因为这三条路线 也是今年特别开发的路线 所以到时候 大家拿到杂志的时候 等于是第一手消息 那我们可以怎么拿到 怎么样拿到杂志 应该到时候要先锁定 白色方块的粉丝专业 好好 锁定白色方块的粉丝专业 对对对 要锁定白色方块的粉丝专业 我们对于这本新的刊物 就是希望让大家透过刊物 去认识彰化的一角 那这一次可能是菜市场 那下一次会不会是八卦三呢 或者会不会是一条溪流呢 就是从现在的这一个 108年往下探 也许它都有一段很美好的过去 那当然未来就是 我们刚刚可能提到的说 在彰化以外的彰化人 那个都是彰化有可能的未来 也许它透过这一次的报道 有新的连结 以后它就跟我们一起共生共荣 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 对现在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筹备 对 其实蛮想聊聊 就是关于筹备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干苦谈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去的是菜市场 所以你一定要符合它的时间 像我们有去拍摄一些东西 就是拍摄一些摊位 像鱼摊啊 肉摊啊等等的 那以通常你在做 企划或做行政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那我们就这三四摊都 压在这个早上来拍 就约好时间去拍了之后 你就发现 鱼货都已经被扫空了 拍起来可能是空摊 后来老板就说 那个石斑鱼 明天早上六点会杀 你们要不要再来一次 原本就是大家上班族 可能的工作时间都是九点开工 这时候忽然变六点开工 变成早餐店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摄影师就要一起约在六点的时候 对一起出现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菜市场的那个步调 跟一般做办公室的上班族 是截然不同的 真的 等于也是走出了这个办公室 然后变成了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 再看很多事情 反而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对没错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鱼滩是六点 可是六点的时候 他一点已经在台中港 在等的鱼货了 所以他一点等鱼货 然后三点回来 四点开始整理 六点开摊 这个的生活作息 跟现在年轻人 好像完全不一样 对真的 是是是 或者说我们有到一个 现在是手工垂肉的那个肉干 对他叫水根肉干 他也是在彰化已经六十年的 一甲子的一间老店 然后他现在也是用手工在捶 然后你就会看到 现在第三代的负责人 他一样每天跟着老师傅 做同一件事情 那做这个同一件事情 这个职人的精神 你就会看得到说 他怎么不用机器取代 他为什么不要交给师傅 去做就好了 他可是一个负责人 而且他已经六十年了 他应该不用担心夹剂 或者是不用担心生意 因为可能就带有一种稳固期了 是 可是年轻的老板 他反而是 每天一样六点准时开门 然后接猪肉 然后回来 一样要片 然后要锤 要蒸煮 要历经所有的过程 然后这样子的过程 他是 不是只有我们拍摄的那一天 就是 他就是每天周而复始 几乎 每天都在发生 对对对 因为他要给顾客所有 最新鲜的肉干 他不要放那种 什么特别的东西 让他一放可以放三五个月 对 他都是可能一个礼拜 最好的有效期 对 所以你这种时候 你就会想到 原来他们的生活作息 跟他们在努力打拼的 那个精神 真的是让 这个城市的底蕴 越来越深 然后那些故事 如果消失了 大家如果真的都只去 大卖场 或者只去 现在可以吹冷气 很凉爽的地方 这样的文化就会消失 那那个渔获 那种一点 然后到哪里 三点要做什么 五点要做什么 其实各个摊位 他们都有类似的状态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那些美好的东西 真的是需要 大家一起去守护它 对 而且这个保留 它是很直接的 就我们去逛菜市场 就是在保留它 或者是用一些摄影 文字 把它记录下来 对 就像是那个刊物一样 是 把他们的一些生活 他们的 或许是他们 最习以为常的 日常生活 把它记录下来 那所以其实这个刊物 也是跟小恩这边 有合作对不对 是 我在这里面 负责三篇的文章写作 三篇的文章写作 那我们可以 稍微透露一下是 是 我负责的部分呢 刚才书品 已经有介绍了 第一篇是 水跟肉干的部分 那就是 都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年纪的关系 所以我负责的店呢 我负责的文章 基本上都是 走过一家子的老店 那其中还有 另外一间是 春秋美术社 那他在彰化的话 他很特别的是 他是彰化室里面 甚至应该说是 全台湾唯一一个 可以将竹片 竹子的圆竹 婆丝 然后从 一根竹子 变成一个大灯笼的 灯笼骨架的 对 他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 这样子的传人 这样子 对 所以他的灯笼 在每年的年底 过年 甚至到农历四月底之前 都是非常的夯 非常的热门的 那他们是完全的 手工制造这个灯笼 另外一篇文章 所介绍的是 他就更神奇了 我们彰化建成 已经近三百年 那这间店 它的历史 竟然有一百五十年 对 因为这个店 是我小时候 就常常去那边消费 它卖的是 家庭用的五金 五金行 是 对 家用五金 以及还有茶装 对 他叫做王成员 他们全家人都很勤奋 他们经营了 很多的事业 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 王成员茶装 成员牙医 成员企业社 对 但是直到这一次 在采访写作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哇天哪 他的历史竟然是 长达一百五十年 对 就像我们常在彰化的时候 我们彰化有一个 赖和基金会 赖和是我们彰化 有名的温学家 是 这个王成员家族 他们在成立这个 王成员茶装的时候呢 他们家里面有一位 文人雅士 叫做王克士先生 他竟然就是赖和的朋友 是那他当年 跟一些文人雅士 一起成立了师舍 叫做映舍 对 那他们常在这个 王成员茶装里面泡茶 然后互相的切磋 这个文学上面的技巧 还有文学上面的品味 那所以当我在采访 这样子的一个 老店的时候 真的心里面充满了 敬畏之情 因为我们不常遇到 一百五十年 企业 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是很难得的 那也透过这三篇文章的 采访写作 我发现到说 像是可以绵延这样 一甲子 甚至是两个半甲子的老店 他们的企业精神 还有他们的负责人 他们的接班人 都是充满了那种坚毅 事实上 他们以前并不见得 是完全做手绘灯笼 手绘灯笼 是他们营业项目的 一个部分 但是他们做的是 绘图跟棋字 直到有一次 就是因为传统手艺 逐渐的流失 然后在台湾的灯笼股价 因为当年会做的一些 老婆婆们都过世了之后 发现这灯笼股价的 编织的技巧 并没有被传承下来 然后第三代的接班人 他忽然间发现 他们家不能够 卖手作灯笼了 因为没有股价 你哪里来的可以提字 哪里来的可以绘图 所以他被烧出了一种 焦虑感 对 促使他去南投拜师学艺 那都可以从这一些访谈 这些例子里面发现到 其实一个企业 或者是一个店家 他们之所以可以生存这么久 他们的家族精神 必然是非常值得令人敬佩的 对 所以呢 这个详细的资讯 其实我们可以等到 这个刊物出现的时候 没错 再好好的大家详细的阅读 好好的感受一下 这些地方的故事 那最后我再想 请问一下书品这个部分 就是 虽然说返乡的这个时间 并不算非常长啦 三四年的时间 那如果就你自己 目前来看的一些经验啦 会去走过的路来看 如果也有一些年轻人 也想返乡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给他们 什么样子的建议吗 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 对 我觉得找到你想做的事情 很重要啦 就是 就前几年大家都会说 开咖啡店容易 你去开咖啡店啦 这种话其实真的是 不太容易这样 对 而且尤其是现在 其实一年比一年 这个咖啡 如雨后春笋般多 对 就其实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像 小恩她在做的是文质工作 那如果 有人跟她建议说 咖啡很容易你去做 她就去做 我想她可能 没办法 我觉得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最重要的 那 那个时候你才会有力气 对 那个力气是在你身上的 而不是别人赋予你的 那做 想做的事情之下 其实应该还有一些 不得不面对的一些现实 对不对 这是当然啦 就是 对对对 就是当然的 就是所以我们 有时候我们客人都问我们说 你们印报纸 但你们没有收钱 我们就说 所以我们需要你来喝咖啡 就是 那个支持其实是 实际的行动 那所以其实我们 在怀抱刊物的发行 确实它是没有收费 它是自由取悦 那在新的阶段 窘化廊的部分 就是地方杂志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转型 作为贩售式的形式 对那贩售式的形式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 如果你认同 而且你想要阅读 或者说你想要推荐给你 想要来彰化的朋友 你可以把这本刊物 送给他 我觉得那个是 最直接性的行动 它也会成为一个 比较好的 也许是商业模式 或者是经济循环 对就是当你愿意去支持 那件事情 它绝对不会只是口号而已 或许在做 很多时候 在返乡做一些创举的时候 我们除了找到自己 想做的之外 也是需要一些 突破 或者是甚至是 需要一些外界的支持 等等 等于说是 里里外外 都需要一些促成 没错 所以这次的杂志 才会有这么多人 一起合作 它不会只是 一间店而已 对 谢谢今天两位的分享 也带我们认识 原来彰化是有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 他们在做哪样的事情 那又或者是 他们串联起了 这一个地方 可能很多不同的业者 很多的商家 一起办了一个 自发性的 民间性的活动 但是他们的初心 他们的初衷 都是希望这个地方 可以更好 他们的美好 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那我们今天 也谢谢两位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也谢谢您 今天的收听 Take Me Home 返乡巡回列车 下周日同样的 下午两点钟 我们下周见 以上 Take Me Home 返乡巡回列车 节目 由古典音乐台 计划制作 文化部影视 及流行音乐产业局 补助播出 因为实欢迎认 renewable 受调节目